行,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通过这次课呢 我们简单的学习和理解了一些Photoshop的最基本的操作 那相信对于小白来说 通过我的这堂课的学习 你对Photoshop至少打开 知道怎么用 那么具体要用的好 还需要多列 遥远记住一点 勤、列、做、看、想 没有任何诀窍 然后我们重点 结合前端的需求 对Photoshop的操作做了一些展开 那么这个展开 更加是针对我们的切头的部分 一方面是通过裁剪工具 一方面是切片工具 然后还有Photoshop它新引入了一些新的功能 做了一个大面积的展开 然后结合了我们刚才这个实际的例子 从PSD入手 获取资源实际实现的一种方式 好 这个就是我的这一堂课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